《經濟日報》今日推介是南方東英恆生指數每日反向兩倍產品 簡選原因是美國就業數據比市場預期好 失業率下降至3.5% 重回歷史最低水平 加息預期再次升溫 跌加是內地疫情反彈和俄烏局勢轉差 中美角力等利淡因素充斥大市 打擊港股反彈行程 中、港、美股市一起走弱 投資者可以買反向ETF 順勢做淡或對沖持股的風險 成交偏少的ETF 價格跟不足掛勾指數的變幅 是投資指數ETF的常見問題 適宜選一些成交較為活躍的ETF 7500昨日成交金額有2億7千萬 成交中數有2332筆較為活躍 7500昨日收報7.775元升5.9% 策略上已持貨的投資者可以繼續持有 掛勾指數恆指昨日收報17216點 跌近3% 後續或下市萬六點關口 潛載跌幅有7% 若入恆指萬六點作為目標 兩倍槓桿反向ETF 7500潛載升幅有14% 從未必要 感谢观看